中國大陸過去十幾天當中 全國沸騰在討論一個案子 有一名男子看到 有一名女子看到畫面上這一個 他經過網紅的這個爆料之後 就畫面中這一個 他被狗鍊拴著 叫楊抹俠 他被發現的時候 整個人是被狗鍊給拴住了 這個拴住的時候 直播主在拍的時候 過程中非常驚訝 就是說這個女生 怎麼會關在一個很簡陋的地方 這麼天寒地動的時候 穿了一個那麼薄的衣服 然後整個人被狗鍊拴起來 而且講話也不是很清晰 那後來經過調查 他居然一個人 幫一個董姓男子 生了八個孩子 我們來看一下 當時播出的這段畫面 他是哪一個神啊 我給你拿一件衣服去 好不好 我給你拿一件衣服 我看你再有愛情人士 捲住衣服 我給你拿一件 你這犯了嗎 犯了嗎 這個大姐 好 這個地方是在江蘇 徐州的封縣 所以這個新聞一出來之後 舉國沸騰 絕對不可思議 是不是有涉及性侵 還有拐賣這一位女性 後來當地的官方 封縣的縣委宣傳部 在1月28號的時候 第一次官方的聲明 他說大家別誤會 他跟這個董男結婚 根本沒有拐賣的行為 是合法的結婚 只是因為女方疑似有精神疾病 而且有攻擊的傾向 被迫不得已用鐵鏈拴住他 但這個說法全國都不能接受 因為從影片來看 他並沒有攻擊的傾向 跟官方的說法落差有點大 因為舉國這個大家討論這個事情 所以到1月30號的時候第二次聲明 他說他經過調查 這一位洋女是流浪行討 乞討的過程當中被夫家給收留了 但真實身份的狀況還不明 但是依舊大家還是覺得這個說法 跟大家理解的 後來調查的陸續都有很多的出路 到2月7號官方被迫外界的壓力 第三次的聲明 他說經過這個初步調查 這個女性是因為生病 被帶往從雲南 雲南的 當在雲南叫做小花眉 他帶到了江蘇去救治 後來走失了 然後因為也沒有去通報 相關人等要調查 他們有沒有涉及犯罪 有沒有性侵 有沒有拐賣 結果沒有想到 終於在2月10號 這個案子終於掙破了 徐州市委市政府聯合調查組 認為說認定他是涉及了人口的拐賣 八個孩子的父親董志明 他有非法拘禁 另外兩個人涉嫌拐賣婦女罪 那這個過程當中 也是在確定要把他關起來的 這個過程當中 發生了很多不可思議的事情 在這十幾天當中 這個八個孩子的爸爸 還迅速的爆紅了 變成一個小粉紅 小網紅有六萬多個粉絲 甚至還有人找他直播帶貨 就是這一個戴眼鏡的男子 很多人都罵 不可思議 假如你真的涉及了性侵 販賣人口 還逼迫人家幫你生了八個孩子 然後把他關起來 像養狗一樣關在家裡面 這種人怎麼還可以順序爆紅 還因此而不魔力 但他家就變成了一個打卡的熱點 因為這個地方聽說 本來就是一個觀光的聖地 就很多人都去打卡 網紅也去蹭他 甚至還有人比對說 其實他可能不是雲南人 因為現在官方的說法 大家都是打折扣 都是質疑的 有人比對說 你可能是不是跟一個 四川人走勢的女孩 比起來其實有點像 但是現在的身分 可能還是很多人 即使官方已經宣佈了 還是有些人會有一些質疑 兵哥怎麼看這事情 這個事情真的非常扯 特別是官方的態度一變再變 一開始就是一副企圖 大事化小 小事化如習四年的人態度 然後用了種種說詞 可是那個說詞漏洞百出為什麼 第一個在中國大陸 你如果是有精神方面疾病的話 你是不可以結婚的 你根本就不能結婚 第二個大家不要忘記 他是十幾年前 他宣稱是在1998年結婚 二十幾年前的事情 二十幾年前那時候 中國大陸是一胎化 你生了八個 你見鬼了吧 很違法 對 你說你為了領補助 生八個人 一胎化你生了八個 為什麼可以領補助 所以這完全毫無道理可言 然後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整個村子的人 應該都知道他們家 生了這麼多小孩 那為什麼沒有人問 大陸其實他的鄉村的時候 有一些組織還滿嚴密的 在來講街訪什麼都會來問 你這個到底怎麼回事 怎麼都沒有人來問這件事情 然後一開始官方一直企圖掩蓋 告訴他說1998年結婚幹嘛 後來因為被這些人抽絲剝繭 一直調查 後來不得不改口 他們現在已經承認1998年 根本沒有正式的婚姻關係 然後這個人現在 從一開始說完全沒問題 要自願嫁了 現在變成說可能是被拐賣 所以這整個就讓大家覺得 實在太扯 而且為什麼會讓大陸的民眾 這麼憤怒 第一個就是當時有很多人 有一些鄉民或是一些那種網友 想說去現場拍照幹嘛 只要有報導這個帳號被封掉 然後甚至照片也被刪掉 所以你是官方故意要去掩蓋 什麼東西嗎 那另外一個就是在2007年的時候 大陸其實有一部電影叫盲山 剛剛好裡頭就講了 有一個婦女被拐賣到一個山區 結果整個村子的人全部都是共犯 所以就跟這個案子有點雷同之處 所以才會激起那種憤怒 也就是過去在電影或小說以後看到的東西 居然成真了 那當然這件事情 其實不只是大陸那邊炒的火熱 台灣這邊很多人在罵說 大陸還是很落後幹嘛 其實我告訴大家 台灣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情 其次也是 台灣過去管賣婦女很普遍 大家覺得很扯對不對 這個人出來帶貨對不對 還變成那個打卡景點對不對 我們當時也有嗎 有啊 南迴搞鬼案的時候 變成泰安休息站 那時候我也去打過卡 因為我是記者 我要去採訪 現場車隨馬龍一大堆的人 還去跟那個兇嫌拍照 所以其實兩岸的中國人 真的都差不了多少 好 台灣的高雄 發生了非常離奇的事情 有人去搶劫 但他開著寶石捷去搶劫 我們休息一下 不要走開 馬上回來 高雄今天發生一個 非常離奇的搶案 這個光天化日之下 有人直接開著寶石捷 就停在彰化銀行的門口 進去持槍 而且這個槍 還真的是上堂的 上堂要直接去搶 但整個過程當中 很快的他就被制服了 但大家納悶的是 你都有錢買寶石捷了 怎麼還會淪落去當歹徒呢 但是他槍是真的可以開槍的 只是他卡彈了 來看一下他被制服的過程 好 噴到我是說他用辣椒水制服他 這個槍本來是可以開槍的 但他連開三槍 其實這個槍後來都是出狀況的 大家納悶的是 奇怪你已經有寶石捷這台車 為什麼還要 是不是偷槍 車是根本也是偷來的 不過經過調查 這個車還真的是他2015年 他自己買的 當時購入的價格 大概是三百萬元 那現在就算是中股的 都有七十萬 他如果真的缺錢 把車點檔掉的話 那應該就可以有一筆錢 怎麼會窮到要去跟人家要錢 而且他還拿了一個 這個紅白色的那種塑膠袋 說把錢裝到我塑膠袋裡面 同時間在台中也有另外一段 也是四個女生在馬路上起衝突 我們來看這個畫面 這個有一家三口 這個可能是奶奶跟媽媽 跟小女兒之類的 他可能把他開一台車 另外一個人是自己一個女性 開一台車 為了在紅線搶停車位 紅線沒有聽說是紅線 結果有一方就要想要開車離開了 但是另外一方的這個媽媽也狠狠 直接用他的肉身擋車 連小女孩都出來幫忙擋車牌 不要讓對方拍 結果一言不合 雙方就打起來了 小女兒還甚至去幫忙助陣 小女兒讓對方絆倒了 最後這個媽媽就成功的制服了 對方把他攬在地上 狂打了一頓 其他人會覺得說像這個 用肉身去擋車 車都已經開了 但絲毫媽媽沒有在害怕 還是擋在車門口 地點就在發生在台中 大家就很納悶說 這個台北只要看到紅線 大家都不敢停車 因為會被抓 會被開罰 台中看到紅線不但敢停 而且還會為搶這種 不合法的停車位而打起來 尾翰 你怎麼看 要知道剛剛講的兩個新聞 我覺得有夠扯 扯到爆炸 先講台中 台中在河南路 來 觀眾朋友 我調出他現場的畫面圖給你看 他有兩個停車位 洞二洞跟洞兩兩 兩個停車位以外 有沒有第三個停車位 那你在等什麼 他其實那個黑色的車 就是要停在這台 白色跟黑色中間這裡 他準備說如果有人走 我要停進去 那你要等到紅年馬月 如果兩個小時都沒有人走 這整個時候 銀色的車過來以後 他也想要停 結果他們有爭執以後 我下車 我要拍你在違規等車位的過程當中 女兒出來擋 你怎麼打我女兒 推我女兒 他們兩個都打起來 問題是 導播現在後面來了 你們兩台車都停在路中間了 兩台都並排了 大家好 我是謝大洲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拜託 拜託